曾经拿下台北文学奖首奖的作品《寄居》 故事描述一对夫妻 他们发现刚刚还完贷款的房子竟然是海沙屋 引发一连串家庭崩解的危机 最近寄居将要改编上舞台演出 出身营造业家庭的导演就透露 他小时候每次看着新建的房子 他总会猜想未来主人是什么样子 寄居这个作品就再度勾起了他的儿时回忆 而故事主角建构在沙堆上的生活 也是台湾各个角落人们真实生活的反射 来自中产阶级小家庭的夫妻辛苦多年 终于把房贷缴亲 却发现眼前的家是海沙屋的残酷事实 这是狂想剧场的作品寄居 他说这个海沙屋就跟癌症末期是一样的 这房子很容易随时说倒就倒 所以我们一定要搬走 但是如果搬走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我们不会拿到任何赔偿的 这个戏谈的是一个家屋 可是当家屋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非常需要依赖这个外壳 还是说彼此之间的 亲人之间彼此的紧密联系 才是这个家构成的主要要素 故事的脚本从巫奴出发 但真正要谈的其实还有一个家庭 面对重大危机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真实面 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 因为钱 因为钱 因为经济因素 或因为遇到危机 那就是最亲的亲人 你会怎么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 是会一起合作 还是分崩离席价值观南辕北侧 第一次发现回家真好 难道你以前都不想回来 那不一样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家 还有自己的老婆 在剧中饰演丈夫郑华中一脚 林子恒说抽离这个角色 其实现实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的郑华中 如果我旁观郑华中这个角色 其实他就跟很多我所认识 甚至我的亲人一样 积极盈盈于生活上的大小事 他们也很容易满足 只要回来有老婆的笑脸 然后妈妈也非常健康地跟他在一块 他好像就可以满足了很多东西 得来不易的小小公寓里 一对夫妻和老母亲彼此间的爱恨纠结 也让饰演方立正一脚的陈家岁心有齐齐焉 妈这一趟从大陆回来 你要对她好一点 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我只差没有每天给她下跪凤茶 还是你要我从明天早上开始跪啊 其实生活上是有很多 应该说家庭是需要经营才能维持得很好的 其实并不因为我们是家人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就相处融洽 对那我一直觉得 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房立正 当初卖房子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他也只拿三分之一 他剩下的钱全部都给我们拿去缴房贷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愿意只拿三分之一吗 狂想剧场寄居 谈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崩解 更是充斥社会各角落乌奴的心酸血泪 我们下期见